大家好,我是Den 今天带来了一个非常温馨的消息 韩国一家炸鸡连锁店的总部 最近收到了一封18岁高中生的手写信 而信里写着 他想要感谢在一年前 免费招待自己与弟弟吃炸鸡的老板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我们马上来看看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封信的内容 小时候父母亲因为事故而离世 我与7岁的弟弟跟身体不舒服的奶奶住在一起 但是去年因为疫情的影响 在打工的猪排店被开除 到现在都找不到可以工作的地方 所以有的时候只能隐瞒年龄 去送快递来赚弟弟跟奶奶的生活费 然后有一天 弟弟不知道为什么 一直说想要吃炸鸡 因为心疼弟弟 就拿出了省吃检用后攒下的5000块 牵着弟弟的手出门了 为了吃到一份5000块钱的炸鸡 我们两个人进了很多炸鸡店 但是都被拒绝了 就这样走着走着 来到了铁人7号炸鸡店的门口 看到我跟弟弟在门口犹豫的样子后 炸鸡店的老板就让我们进入了店内 我说了我们情况后 老板就说 不能外带 所以就对老板说了 好像是上搓菜了 但是老板只是说 凉了就不好吃了 然后还拿了两瓶可乐给我们 让我们赶紧吃 一开始有点担心 会不会是想让我们吃完贵的炸鸡以后 要我们付钱呢 但是看到弟弟幸福的吃着炸鸡的样子后 我也就暂时忘了那些担忧 非常幸福的吃下了炸鸡 在吃完炸鸡后 我想要付5000块 老板把我拿出来的5000块 重新放到我的手中后 对我说 我会把收据印出来 等你们以后再来买单就好了 肚子饿的话随时都可以来 说完后就让我们两个离开了 那天之后 弟弟又偷偷地去了这家炸鸡店 老板不但招待了炸鸡 还带着弟弟去理法庭解了头发 因为好久没有感受到这种温暖了 所以都过了一年多 我们仍然记得很清楚 最近在新闻上看到 因为疫情的影响 很多餐厅的声音都非常不好 很担心炸鸡店老板现在怎么样了 最后真心的谢谢 对于初次见面的我们两兄弟 老板对我们两兄弟的热情招待跟关系 我长大成人以后 一定要赚很多钱 成为一个像炸鸡店老板一样的人 帮助有困难的人 真心的谢谢又谢谢 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炸鸡店老板非常清楚的记得 与兄弟两个人第一次见面的那个情况 因为疫情 生意真的非常不好 所以太郁闷 就到店门口去看天空 那个时候看到弟弟一直喊着炸鸡炸鸡 而哥哥却低着头紧握着拳头 因为大概能看出来是什么情况 所以就让他们进来了 进入店内后 紧张得不知所措的哥哥 好不容易开口说了 我们只有5000块 可以吃5000块钱的炸鸡吗 看着哥哥坐立不安的样子 让我非常心酸 所以就没有给他们菜单看 直接准备了最有人气的炸鸡套餐 让两兄弟在店内慢慢的吃了 就这样一年后 哥哥就将这所有的事情都写在信上后 寄到连锁店本部了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的留言 最近一直看到不是个人的父母 对孩子们怎么样的新闻 现在看到这样的新闻就觉得很催泪 老板的温暖亲切 以手写信来感恩的学生 都太感动了 我儿子喜欢吃炸鸡 所以我常常买给他吃 今天也吃了 因为是这样吗 想到弟弟抓着哥哥的手 说想吃炸鸡的样子 眼泪就不停的流下 老板招待的不是炸鸡 而是希望 做好事一定会有好报的 真的有好报了 在这个消息传出去后 全国各地的人都说要用钱来教训这家店 结果不只是来店内用餐的客人 就连外送也是连绵不断 声音变得非常好 这个世界还是很温暖的 对了 这家炸鸡店是 如果有机会来到首尔宏大的话 希望大家也能用钱来教训这家老板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全世界太阳一直以来的争议的天文 这个争议就是 太阳到底是黑发漂亮 还是金发漂亮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天球到底是 炎柱漂亮 还是炼柱漂亮 还是 女仆漂亮 炎柱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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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